乘风2024的四宫赛程已经落幕 舞台上的首个华章是由陈浩宇和袁亚维唱出的愿语筹 总分850一票 是个肯定结果 这个环节不是PK环节 而是奖励演出 所以陈浩宇和袁亚维并未构成PK对手 比赛的制度是这样的 三个公演的平均分作为基准 如果超过基准 就意味着胜出 此外 选手还能带一位队友进入下一阶段的比赛 这就说明了 这个制度对于队友的保护要求非常高 这也是对姐姐们如何处理关系和人际问题的一次挑战 不得不说 这个赛制设计的有些特别 接下来来谈谈团秀PK吧 七威和刘欣的华夏 以897的成绩 成为团秀组里表现最好的舞台 萨鼎鼎和柳妍的心电感应808 虽然成绩只有865 但因为尚文杰的加入 所以和杰和和尚文杰这一组又赢了 蔡文竞组的热浪 因为少了泰国的成员 导致只来了四位姐姐 最终以868的成绩 位列团秀组第三 陈浩宇和袁亚维的Nobody 以875的成绩 位居团秀组第二 很显然 无论是在团队秀中 还是姐姐们的单人秀中 每个舞台的分数都超过了上一轮的平均分 而且票数还相当高 从整体看来 这次四宫的团秀环节的赛制 显得有点不实际 接下来是姐姐们的帮唱环节 孟佳帮唱的是七威组的金卫 总共获得了863票 薛凯奇帮唱的是 萨鼎鼎组的心电感应808 总票数为873票 黄丽琳帮唱蔡文静组的热浪 获得了876票 王菲菲帮唱的是 陈浩宇组的Nobody 最终赢得了907票 成为了首支破900分的舞台 武功成风一团应该由陈浩宇带领 其他的成员会在下一篇文章中详述 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 决赛队伍的名单出炉 成绩排名一次时 七威组1760排名第二 错失成风一团的名额 萨登等组1738排名最后 蔡文静组1744排名第三 陈浩宇组1782分排名第一 因此武功成风一团将由陈浩宇带领 剩下的成员将在下面的文章中介绍 在本次比赛中 最后会有两个人离开舞台 但由于麦已经退出 所以只会有一个人离场 那就是七威组的蔡世云 接下来武功的比赛将采用七威七威八的三对对抗模式 最终胜利的一方将晋级成风一团 而人气榜将根据节目组的决定 可能是刘欣 也有可能是七威 看起来 七威成为冠军的概率相当大 各位观众朋友们 让我们一起期待成风2024的精彩四公分组和四公个人喜爱度 先透露一个秘密 敬请关注哦 节目组真会完 成风2024第三季开始 便引入了师姐帮唱的环节 到了第四季 浪姐们更是发挥妙招 邀请前四季的四位师姐加入战队 为我们的比赛增添了一抹亮色 而这次的四公 划分成了四大组 队长也有所变动 让我们来看看这次的战队安排吧 首先是七威组 这支队伍在第三次公演中独领风骚 排名第一 成员包括刘欣 陈丽军 张雨昕 杨景华 以及蔡世云 七威组的两支战队 各由三公的胜出者和师姐共演 另一组则由四位姐姐协作 那么 这个由陈丽军 刘欣和谭维维组成的战队 将带来哪首歌曲呢 答案就是来自蒙古的乌兰巴托的夜 可惜尚文杰并未分在这一组 否则他就能和谭维维共演一首冬听的歌曲 剩下的四位姐姐携手做自己的太阳 歌曲风格轻快温暖 接下来 我们的目光转向蔡文静组 这支部队由王林 韩雪 Juess 苗苗 麦组成 蔡文静和韩雪将与第一季的姐姐王菲菲 携手演艺热浪 而麦因故未能参加比赛 便只剩下三位姐姐带着原创曲目继续征程 再来看看陈浩宇 湾妮达 孙夏琳 谢金燕祖 他们将与安波共同带来 Sue Ebody Cycle 最后 和杰和尚文杰组将有萨鼎鼎 朱丹 柳妍 郭碧婷加入 何杰和朱丹将与周比唱共舞风吹一下 而剩下的四位姐姐将带来Mogito 遗憾的是 尚文杰和谭维维未能合作一首歌曲 而何杰和周比唱在19年后再次同台 并且尚文杰与何杰还被安排在了同一个组里 使得组内气氛激烈 但是 到了武功可能会有三个队伍哦 你们猜猜最终的队长会是哪三位呢 看完上述分组合选曲 你们最期待哪一组呢 成风2024的赛点秀升级变成了奖励赛 以前赛点秀是通过两位姐姐PK 为队伍加分 而现在的奖励赛则是为那些表现优秀的姐姐们增加了一个舞台 奉献给观众 这次被奖励的是陈浩宇和袁亚伟 谁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我们将拭目以待 陈浩宇再次站上舞台 她还是那个给我们带来惊喜的陈浩宇 我们都知道 在四季姐姐的舞台上 除了队长会有特别的待遇 其他姐姐是无法连续两龙公演都出演双人秀的 但是这一次 陈浩宇打破了这种常规 三宫战败人气王刘兴后 她的战力并没有减弱 反而更被看好能赢下比赛 而这次 他们要演唱的是林俊杰的全新作品《愿与愁》 陈浩宇作为专业歌手出身 配合舞台新进歌手袁亚伟 相信会给观众带来一场视觉与听觉的盛宴 在四孔开始录制的前一天 我们先来看看歌组姐姐们的装扮吧 山文杰和孙夏琳 选择了Wonder Girls The Nobody 一身白色短裙 帅气又动感 含血和流心 选择的是周延Gate华夏 同样的舞台服装 同样的风格 热辣的舞台 你有没有很期待 原压为 陈丽君 七威 刘欣 杨景华 张雨昕 蔡诗云 表演的是张亮颖的新电感应808 一身靓丽银色服装 动感十足 和杰 柳妍 萨鼎 尚文杰 郭碧婷 朱丹 演绎的是温蓝的热浪 同样是舞蹈为主的小裙子舞台 原压为 郑妮可 谢金燕 陈浩宇 湾妮达 孙夏琳 她们的舞台是Wonder Drills的Nobody 简洁却又不失色彩的搭配 非常抢眼 四宫的舞台 我们能看到这些姐姐们带来的不同风格的音乐表演 从炫酷动感 到清纯活力 再到华丽的国风音乐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五位小姐姐们的表演吧 乘风2024 这新一季的比赛 相比往季有所不同 也更注重观众的投票结果 现在到四宫 我们已经能看到成风一腾和成风二团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最后 让我们来看看成风一腾和成风二团的成员有哪些变化 陈立军的四人组一个人喜爱度第一名的成绩成为了成风二团 但是比赛才刚刚开始 期待他们接下来的精彩表演 让我们看看谁会在决赛中胜出 来看看最新的浪姐团队情况 在二宫成绩榜上 韩雪和法国姐姐的组合涌夺桂冠 因此 他们两人选择继续留下来 并邀请萨鼎鼎和袁亚维加入 还请来了两位顶级歌手 人气榜首的七位 因此 他的选择空间很大 他邀请刘欣或陈立军中的一位 这可是一份令人垂涎的邀请 然后 按照选歌规则 陈立军和杨景华 蔡诗云一起 加入了七位的团队 成为了成风两团 三宫的比赛 成风一团再次获胜 这个胜利的团队 无疑是最受观众喜爱的七位的团队 也就是原成风两团 在三宫比赛中 他们晋升为成风一团 这次三宫 人气最高的是陈浩宇 他组建了自己的团队 成为了成风两团 四宫比赛 大概率上 成风二团是由陈浩宇组建的 他是三宫个人喜爱度排名前三的选手 而在四宫比赛中 七位可能还是团队长 二团的组员应该不变 当然 五宫比赛后 21位姐姐将会分成三大组 进行7V7V7的PK 四宫的成绩最佳者 依然是成风一团 而个人喜爱度最高者 则组成了成风两团 目前四宫的分组来看 刘欣和七位 应该能再次取得成风一团的位置 四宫个人喜爱度最高的人 会是谁呢 如果陈立军成为四宫的个人喜爱度最高 他就有机会再次担任队长 武功淘汰三人后 大概率上成风一团和成风二团的组员将不会发生变化 武功结束后 根据成绩淘汰 选出成风一团和成风二团 两个队伍进行最后的PK 决赛的两支队伍的队长 肯定都是人气较高的选手 目前看来 最有可能是刘欣 七位和陈立军 在节目组给到的镜头和一些特写采访来看 七位或许会夺得冠军 你们猜 最终的冠军会是谁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